這就好了 好了,下半場黑球 巴拉圭換了一個球員 整體給人的感覺是相當好的 看球星,要是看整體的實力 巴拉圭很明顯是後者 很紮實的球隊 這個球差點想過頭 第一,讓潘耀朱先打招球 再轉身解圍,解圍就不軟 又被巴列圖拿回這個中路 很自由的巴列圖指揮官 真是越看越好 好,這邊搶到深國輝,短的 盧君儀,盧君儀,盧君儀看中間 李威廉正在走,然後他決定給業佳先 業佳先搏一搏腳,拍過一個 然後把右邊擺得還挺漂亮 深國輝沿著右邊,上去 不去之間,送給盧君儀 中間跌了,業佳在這裡,被人拍一拍 但沒事,起身,接應盧君儀的球 再給一個短傳,李威廉一時之間 就不知,他先給他,他先走了 結果就被隊伍偷到,好,新大角都知道 小肥的,看他現在拿著球 我自己單刀上去的時候 一比橫死了,4比0 這個球如果不躺下去,不知道是否需要輸 但一躺,睡不到之下 輕易這樣射成4比0 是後備入替奧迪高沙 奧迪高沙進來,1分40秒 恐怕這一腳是第一腳 這樣就能入球 偉文這個球,又用不需要打屁股 其實這個波沙特的故事 側腳直線,潘耀卓是否輸進去 也救不到 因為始終這個速度慢了 這個球其實… 看看,劏劏下去 其實潘耀卓,就算這個球不輸進去 我相信… 都佛慢了 都是奧迪高沙可以射到這個球 怪了怪了中場 無端端在中間來的狀場 塞了球,被人反擊 回防,也是速度比較慢 但看到這班香港隊 今天來說,那個速度真的… 跟我們…雖然說對手不同 亞運隊那個隊 但是那個回防速度是比較… 真的…可能… 亞運隊那班隊可能體能會比較好些 立了點油,還有呢 剛才,蕙蕙蕙,我們也聊了這些 就發覺,香港都… 以往呢,譬如,韋豪… 老大哥在後面捱著 或者中間… 旺花海強哥 這樣就有個重心去踢 就似乎效果好些 那今天似乎呢… 他們沒有什麼重心 就是很多時候變成了很多… 都是單對單 很多時候大家都不知道大家在哪裡 就是默契雖然是… 是沒有的了 那…但是… 那個…團體精神好像不夠 今天來講 因為始終又沒有了一個領導 很多時候後面好像都沒有什麼人發聲 我一些… 在現場看,基本上很安靜 那些… 單對單就輸了 你個人能力那麼強 那你整體都是… 敵來比較緊張 和發揮得不好 那…希望呢… 看餘下的時間 那香港隊呢 是…可不可能呢 有機會破彈 那當然呢 如果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那死球的運用呢 就… 對於破彈都很重要 那看看有沒有能夠做到 那些漂亮的死球 好了,這個球呢 梁振邦呢 是想回防…回後的時候呢 被對方捱了出去 那頂頂先 不用那麼急 我想香港隊啊 那… 那… 沈國輝 那頂頂頂來 好像有少許甩手一樣 梁振邦拿不來 那再彈回來這邊 那邊… 那…皮利斯 避過了… 威廉 然後呢呢 彈回來中間 直線好耶 白鶴終於偷到那一球了 這次被君儀… 哎呀!君儀都慢了半步 君儀可能呢 真是有點疲態 因為畢竟呢 近期她… 真是上陣的次數多 以及呢 長長都是硬仗來的 那今天看她呢 就有少許… 那些步幅是挺慢的 好,回回來這邊 看看托尼斯 仍然托尼斯拿著 往往中間 舉了手,但很穩定 他扯過來,郭劍邦 頂得出球,但隊友縮得比較後 現在完全攻防戰 壓著來打 伸達哥斯一撞,撞高的球 他想把球印低給隊友,但印不低 李柔說不要搞了 不如先清掉他 清出來的效果當然是不理想的 因為前面最箭頭的葉佳 才剛才在半場推過來 對方也很輕易拿回球 又落腳去慢慢踢 右左右右,這次轉過來 左方 守國輝 其實他的想法是 輕輕批回守門員 因為他看到前面沒有人 但這個球一批的時候 就放了出去界,成為一個角球 看看角球 怎樣?都是長角球開的 留意阿,新亞哥老師 在前面 看看是否要不要緊 一定要有人招呼他 這個球 托利斯去開 中間紅衣服很密 白衣服就有人佈了 近距邊 看看效果如何 遲遲未開 好,這個球直接扯出來中間 沒用 角度一般 都是間外球 拿著,不踢 其實當時環下 絕對有拳 是扣回球 但是環下 也是讓球出界 由托利斯 再去炮製一個間外球 給托利斯 踢不到前 當然後 慢慢彈一下彈一下 摩連娜斯又轉過來 普羅達斯華 又轉過來 看到托利斯在左、後方的位置 你不來打,我又不踢 你不來打,我又踢回後面 現在香港隊都挺難搞的 KIMAN 現在感覺上就捱著先 換了兩個前場的球員 希望可以加強活力 但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對手給了很大的壓力 是中後場 香港隊的中後場 撐不撐得住 郭劍邦打掉這個球 李威廉是其中一個生力軍 我剛才也試過搶了對手的球 這個球很厲害 一轉身,郭劍邦邦 放過來左邊 力水也剛好拿到葉佳 再打橫,送中間 就被後面蓋上來幫 這樣捂一捂一下 沈樂斐拿到 再給他過來 右邊給他過來 梁真邦 斬遠處 批左 不是有心批遠處 但是再射 略門而過 不要管,起碼可以叫一下 因為 都叫做射門 因為射門都不是多的 但這個球其實就 剛才大家的赤寸之間都差一點 幸好奮勇之下 有幾個球都搶一下 最後盧君宜射了 就是邪出 難就肯定難打 為了現在看上去 就是香港隊 都是會打這些突擊 突擊就更加要講求 你的球不要浪費了 那 香港隊做得不錯 但是我覺得 如果要打反擊 如果搶到就要放膽去 那就不要介意 就是後面塞不塞 我覺得有機會就去 整班球員在一起 這個球 中間葉佳交失 沈國輝又可以蓋上去 接球 有機會 在右邊傳到左邊 有機會射到球 至少球迷可以叫一下 沈國輝剛才那個球 能夠後面上來接到 都神來之筆 在這場球 算是一個 他自己上來做功 做到一個不錯的效果 大家人多走一步 要給一些活力感 首先 不是說質不質素問題 起碼下場 讓人感覺到 你們都很享受 在享受盡力比賽 好了 巴黎圖的隔外球 在右邊扔中間 看到巴黎圖 一個拿著 旁邊之間 那個陣式 就很自然散開很多位置 他們可以給的 又給一個來 皮列斯 巴黎圖 中間有 都是給中間 但現在入攝的時候 奧迪高砂 那個球 就不夠他快 再給龍門 那這邊龍門 是祖斯圖韋娜 韋娜 其實就不多球 可惜 想看 新手都 暫時來說 就是上半場開球初段 托了球 就是你起碼要中籠 那中籠 就應該只有 剛才一腳球 是這麼多 但是你說現在香港隊 要射門多 其實就可能是奢求了少少 起碼說 李衛廉那些活力 可以幫到 跟葉佳一齊 進來之後 奧迪高砂 其實是很活躍的 在這個前場 他是可以搏腳 也是適合 一進來就下半場 入了4比0的球球 其實就是說 在巴黎圖方面 收起了10號卡馬曹 但是會入了一個 更直接的奧迪高砂 對於巴黎圖的入門 入球能力 沒有減退 不得止 其實更銳利 相反 你看下半場 其實香港隊 這班球員 個別 新進來 有些活力 組織了一次 也叫做射門 雖然不中 但是呢 希望他們保持得住 因為其實 有個別球員 比如上半場有份 踢很多 都撲得很厲害 體能開始 即sir 六個球員 可以調動 暫時用了 換了三個 其實 我覺得今天 其實本來 這些球都適合他踢 他比較硬 但即sir 暫時放他 在後備直傷 好 看看球員幫這個球 扯到中間 不到啊 這個球 葉佳中了在後面 始終你不能怪 葉佳 他不是說 即是充撞型的中鋒 這個球呢 沒辦法的 如果他撲過去 起碼對手 有點威脅 但是葉佳 就沒辦法 被人吃住 就站在後面看 好了 這個球呢 三國輝跟他拉夫 拉他的褲都不行 這個皮尼斯這麼厲害 再追下去 兩個鬥快 追不追到 追不到 但是給他的球 哎呀 留下留下 這樣也可以 這球 這球真是 口服深服 即是高下就立健 你看這一個 皮尼斯 在中間 在邊線 扣著你兩個球員 一推下去 那球出 其實那球出得不夠力 但是不夠力 當中呢 你香港人又撐不到球 防守不到 一落一身 郭老師腳下 看得到吸數了 吸數 一落 留意這個球 多定盪 推過來中間 哇 這個奧迪高沙呢 又一聲謝謝 下半場出來呢 哇 真是十分鐘 入兩顆 你看這個球 兩個都追不到他 這個球不夠力 但是呢 依然是比得到 啊 這個球傳出來中間 當然好 這個奧迪高沙 想不到做就了他 啊 兩球球 那麼 五比零了 哇 這個巴拉龜打了全球 很久沒試過 我們贏這麼多 我看看巴拉龜 啊 香港最近輸作客輸得多 是不是都已經巴西那場 巴西那場 巴西主場輸 就是在這裡輸 主場輸 當然 你有踢過嗎 七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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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踢過那場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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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問一下 衛民的感受 輸到這麼多 但是對手強到這樣 其實都沒有所謂 其實沒有的 最後還是希望回到球 最終都可以 最終是甚麼 你先明入了 入了一球 好玩數很多 我們今天 隔局也像是目標 哎呀 看看 哎呀 又差一點 防他玩玩 也不玩玩 巴拉龜的後方很穩固 這個奧利安努托利斯 就是你今天看到巴拉龜 真的是一對很實而不華的球 巴拉龜的後方應該比巴西還好 就是整體的態度 穩固一點 你今天看到很多巴拉龜 其實不出名的球員 今天最突出就是7號 這個皮特斯 上半場在右邊 打右邊 又已經是三分四次 單對單 一個對兩個都可以過到你 香港的後方 擺到明 下部場擺到你左邊 這個球 剛剛就是五球 一個推你兩個 基本上你是追不到 那麼 阿沈國輝已經拉了他的褲子 其實 反正都是大力一點拉 他很早拉 我同意你講 因為他很早在外面 在中場已經 但是他拉拉又放 倒不如拉緊一點 因為你沒得搞 這個球員一口行 然後兩個都追不到他 那又輸多一球 啊 預輸啊 輸啊 就 就是個心都量一絕的 至少是球員 好了 回到後面 志豪 一腳轟上的時候 跟對方一拍 中間 保羅達斯奧的位置好 又頂了個球 下來 你看看多頂盪 人家都下腳很頂的 可以 摩尼納斯彈 前面 托利斯 再給這個 我們讚賞不絕的皮利斯 21歲仔 回到後面 回到後面 看來都是被皮利斯 沒錯 單對單 他不覺得 這個球呢 就是讚壞了 他有一點 猶豫了一點 交釋了 這個球 是 李志豪 變回腳發 通一通你 給一些 橫耳顏色 喂 一換換兩劍 巴拉圭 收起巴列圖 巴列圖收起 功成身 退了五球 大家玩一下 進來將會 有二號的 馬高斯利華路斯 和四號的 巴拉圖美斯 香港隊 今天卓卓 都準備好進來 中興 衛文 剛才卓卓好 進來就嚇緊了 衛文 卓卓現在進來 羅錦玲比應 打什麼位置好呢 他 我相信卓卓也是 打回衝堅 他打過前攻過以前 我不知道他今天 有點傷 還是怎樣 正常 因為始終對著 這麼強的對手 就是 體型 始終卓卓的體型 方面會好一點 就是 他的力量 埋伸的力量 始終比香港人好一點 就是 本土的人 但你羅錦五球幫我 當然 不要輸那麼多 都是好的 不過卓卓都改 後面打了很久 以前真的打在前面 有時候 在魚丸的年代 很多時候 尿化作先鋒 但後來 他轉了去 南華 現在飛馬 都是 穩守著 在中路防守 在中間 都可以 進去 當然他的身形 也有一點幫助 像衛文這樣說 如果他可以 應該正選更好 香港隊 輸到五球球了 大家都分別 作出了一些換人 繼續是巴拉圭 紅球在腳多 放在左邊 奧利安努托利斯 給過來 是辛辣高老師 辛辣高老師其實是 整隊踢球比較少 但一踢就很危險 剛才門口二傳給 在後面入體的隊友 奧利高差 射程5比0 他下半場 兩個二傳很漂亮 沒錯 力水盒到好處 很穩定 特別是第二球 鄧景王就是退下火線 中堅 正路 補回卓卓位置 其實鄧景王 打一閘都可以 很多時候 在自己的球隊都是打一閘 今天就串演中堅 面對著這麼強的對手 沒有挖拔了 好了 看卓卓進來 是否真的幫到防守 能力就絕不懷疑 好 這邊又換 原來巴龜又有個15號 站在那裡 換第四個人 換第四個人 好球的 都收起來 不讓我們看他 放了一段 皮利斯 皮利斯出到應該要錄好 又不踢 你變趕 舉錯牌 舉錯牌 皮利斯給你看多一會 應該是摩尼拿斯 收起來 那也好 因為 都說我們沒所謂 最重要是看多球 入 場球好看 那麼 繼續 7號的皮利斯 繼續在這裡 在巴拉圭震中 穿著 都在香港對方入體育 打到下半場了 十五分鐘 沒有被捕捉 都會留下坡 內施